《以西节书》第46章 主耶和华这样说 内院朝东的门在工作的六天里必须关闭 在安息日却要打开 在月朔之日也要打开 君王要从外面经这门的门廊进入 站在门框旁边 祭司们要为他预备凡祭和平安祭 他要在门槛那里敬拜 然后出去 这门不可关闭 直到晚上 每逢安息日和月朔 国中的人民要在这门口 在耶和华面前敬拜 君王在安息日所献给耶和华的凡祭 是六只无残疾的羊羔 和一只无残疾的公绵羊 所献的素季是这样 公绵羊要与十七公升细面一同献上 他要按着自己的能力 随同那些羊羔献上若干份细面 但每份细面加油三公升 他要在月朔献一头无残疾的公牛毒 六只羊羔和一只公绵羊都是无残疾的 他要预备素季 公牛要与十七公升细面一同献上 公绵羊要与十七公升细面一同献上 他要按着自己的能力 随同那些羊羔献上若干份细面 但每份细面加油三公升 君王进入的时候 要经这门的门廊进入 也要从原路出去 在各指定的节日中 国中的人民来朝见耶和华的时候 那从北门进来敬拜的 要从南门出去 那从南门进来的 要从北门出去 谁也不可从他进来的门回去 却要从对面的门出去 君王要在人民当中 人民进入的时候 他也进入 人民出去的时候 他也出去 在节旗和指定的节日中 所限的素季是这样 每一头公牛要与十七公升细面一同献上 每一只公绵羊要与十七公升细面一同献上 每一只羊羔要按着他的能力 与细面一同献上 每份十七公升的细面 加油三公升 君王把甘心献的梵祭或平安祭 献给耶和华的时候 朝东的门要为他打开 他就献上他的梵祭和平安祭 正如他在安息日所献上的一样 他献完了就出去 他出去以后 门就要关上 每天你要预备一只一岁无残疾的羊羔 献给耶和华做饭祭 每天早晨都要献上 每天早晨也要预备铜线的素季 细面两公斤 并调和细面所用的油一公升 做长献给耶和华的素季 这是永远的定力 所以每天早晨要这样预备羊羔 素季和油 做长献的反季 主耶和华这样说 君王如果把自己一部分的产业 做礼物赐给他的一个儿子 这产业就要归给他的子孙 那是他们所承受的基业 君王如把自己的一部分产业 做礼物赐给他的一个臣仆 这产业就要归给那臣仆 直到自由之年 然后要归还给君王 君王的产业至终只可归儿子所有 君王不可夺取人民的产业 把他们赶离他们的基业 他要从自己的基业中 把产业赐给自己的儿子 免得我的子民 因被赶离自己的基业而四散 那带领我的 领我从门旁的入口 进到那些朝向北面 供祭司使用圣洁的房子 在西边的尽头有一块地方 他对我说 这就是祭司主赎签祭生 和赎罪祭生 以及考宿祭的地方 免得祭物带出外院 使人民成圣 他又领我出到外院 使我经过院子的四个角落 院子的每个角落 都有一个小院子 院子四个角落的小院子 每个长二十公尺 宽十五公尺 四个角落的院子 大小都是一样 在四个小院子里面 每个四边都有一排石墙 在这四排石墙下面 都有炉灶 他对我说 这些都是厨房 在圣殿里供职的 要在这里主人民的祭物